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的详细内容 启德体育园举行第三次演练 第一次安排青年运动场 融纳上限的5000人参加 并且无议有人带违禁品 和有人受伤等等的突发情况 演练过程大致长迅 演练下午3点半开始 先进行进场和第一次离场测试 5000人分批由启德体育园青年运动场步行 往返港铁送王台站 又安排其中1000人担起雨傘 测试恶劣天气期间进场所需的时间 又警员在场维持秩序 文体旅局局长阳潤雄也到场视察 在安检演练的部分 入场人士逐一通过金属探测器 保安员检查除新物品 期间无议有人带水瓶、水果刀等 被要求丢弃 也都安排了坐轮椅的人士 经特别通道安检 今次演练是测试青年运动场 容纳人数上限的情况 进场所需的时间和指示清晰度 瓜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5000个观众全部有指定的座位 参与演练的其中4500人是公务员 期间无议梯级上有人扭傷 盛约航救箱队员即场包扎 合力抬上担架床由救护车送走 观众之后分批散场 进行第二次离场测试 再有部分人担遮离开 现年预计夜晚8点9结束 现年期间启德站和宋王台站 实施特别客流管理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陈翠康报道 晶片制造商NVIDIA 辉达创办人黄仁勋 获科技大学班授荣誉博士学位 他说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时代正式展开 相信政治环境变化 不会影响环球科学合作 晶片龙头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来到香港 接受科大班授工程 何荣誉博士学位 黄仁勋在台湾出世 年幼移居美国 93年创办NVIDIA 协助人工智能发展 他致辞的时候说 人工智能正开辟新一场的工业革命 特朗普即将 再入主白宫 外界预期会加强对华的高科技限制 业务蜡足美国 辐射世界多地的黄仁勋 认为环球科学合作仍然会继续 黄仁勋又说香港的人工智能发展属世界级 各大学的研究多次被引述 期待香港日后在人工智能范畴的最新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 最重要的就是拨多些钱 让我们有多些资金去做 因为随着市场 市场开始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需要政府 其实最重要的都是给多些资金 转讲一下廉政公署 起诉17个保险从业员 涉嫌招揽快捋保险代理 扼超过5200万佣金 其中13个人承认串谋诈骗等等 20项控罪 联署早前接获有关快捋保险代理的贪污投诉 调查之后发现 案中主谋 时任副卫分行经理 32岁的盧燕华 涉嫌在2016年2月 去到2020年11月 联同永明金融前分区经理 郭云芳招揽多人 做快捋保险代理 他们声称入职之后 不需要找客 他们之后分别向两间保险公司 俄清招揽的下线 承办了一共478份的保单 都是属于高佣金的保险产品 两行公司一共向他们支付 5200万的佣金 奖金和花红等等 最终大部分的保单都团供并且失效 案情话 盧燕华要求快捋代理 收了佣金之后 向他退还大部分的金额 之后就透过23个户口 清洗大约4700万的犯罪得益 他被控两项串谋诈骗 18项串谋洗黑钱罪 向区域法院承认控罪 至于他团队里面7个保险代理 郭云芳和4个永明金融的下线 各被控串谋诈骗 和串谋洗黑钱同样认罪 法官押后到下个月21日再信 其中6个被告需要还押 至于同案有4个人不认罪 排期到明年5月开审 母线电视记者刘传玉部 警方说截至上个月 近100人涉及太空油案件 处长萧扎仪就说 找着有关太空油的试纸 以便警员即时拘捕华尔吸毒者 警方积极打击太空油 近日成功倒破相关制造工厂 和分销仓库 警务处处长萧扎仪说 今年头10个月 已经破获59宗相关案件 拘捕超过90人 对于伊托米兹最快 明年第一季才自裂为毒品 警方正在找合适的试纸 加强打击 希望我们未来 如果我们在街上巡逻 是见到有任何人 行为可疑 我们就能够即时 假设如果它是在吸食 我们怀疑是太空油的话 试纸可以即场去看 那些是有没有可能 包含一些太空油在里面 至于骗案 今年头10个月 有36405宗 案年多7% 升幅已经放缓 但警方说 假冒客服行骗仍然没有压子 也有另一种新兴的 模型警方骗案 突然间电脑会出现一些怪响 然后会有一个警告的告示 就说你的电脑可能出现了问题 就叫他打一个电话 去一个当然一个 假冒的一个技术支援的一个地方 他就会说我现在帮你转述去香港警察 当然当他转述去一个假 香港警察就一定是一个假的警察 警方至今接获58宗这一类的骗案 涉款5900万 最大损失的一宗达到1100万 提醒市民小心 美国对冲基金经理贝森特 国际方面 美国对冲基金经理贝森特 获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提名做财长 他支持关税政策 又主张改革税制 国往曾经和投资者索罗斯合作 在三个月之内沽空日元赚近10亿美元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在网上贴文 提名62岁对冲基金经理贝森特 出任财政部长 他来自南卡罗来纳州 在耶鲁大学毕业 是宏工对冲基金 Key Square集团创始人 贝森特也是特朗普新班纸 名单内第一位同胜暖者 在特朗普参选期间 贝森特曾经提出经济建议 也支持对方的关税政策 他认为关税是保持 国际贸易体系利益的关键之一 他又说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又在美国提高富房收入 他鼓励本土企业恢复生产 减少依赖竞争国家的产品 贝森特早前在《华尔加日报》 责文主张改革税制 放宽管制 尤其促进更多放贷和能源生产 特朗普形容贝森特 是全球最顶尖的投资者 地缘政治和经济策略家 相信他一旦获国会确认为财长 任内会提升美国竞争力 改变贸易不平衡的情况 贝森特在投资管理方面 具备三十多年经验 据报他早在1990年代初 加入金融大额投资者 索罗斯的公司做基金经理 在2013年透过沽空日元 短短三个月内赚近10亿美元 只合大约78亿港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引述专家分析 说贝森特和传统金融集团有联系 又是特朗普忠实支持者 相信他获提名为美国财长 怀疑他不会感到忧虑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同报道 特朗普又公布 以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身份访问台湾 曾经说美国会确保台湾人民不受脅逼 之后北京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美方确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特朗普提到在第一个总统任期 黄志涵不单只负责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亦协助他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谈 试下试一会 下一节回来还会负责 胡继收先生 大约500人获受分 92岁的胡锋拿到童子经获全场掌声 回来7点半新闻时间 大红猫龙凤胎出生100日 可阳公园在园里直播两者弟的生活 海洋公园周围都见到大红猫 他们都是来参加大红猫BB双胞胎的北极宴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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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未能见到真身 原方就安排直播 给观众见下两子弟 率先登场的是似乎睡得很软的姐姐 如果大家想拥救我们这个 之后去到弟弟出场 两位小主角同框 现场拍掌和欢呼 两子弟见到面都立即亲近一番 现在姐姐已经是5.3kg 而弟弟爬过了姐姐已经去到5.5kg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匯理员告诉我们 他们开始出牙了 龙凤胎爸爸落落 阔别多个月之后 就在大红猫之旅再次和公众见面 妈妈仍然未亮相 政府说会联同理发局等举办多项活动 推动大红猫经济 至于中央镇港的安安和可可 海洋公园说他们在四川奇珍馆 适应得很好 预料下个月可以和公众见面 会先安排小规模探访给他们适应 早上举行 港珠澳大桥将会全线封闭 珠海和澳门往香港方向 在早上9点开始实施临时管控 而香港往珠海和澳门方向 就在上午7点半开始 预计都是去到中午12点半 香港口岸旅检大楼 上午6点半开始暂停服务 期间禁巴和跨境巴士暂停服务 通关服务预计在中午12点半后恢复正常 北达如山公路和竹高湾公路 也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政府举行分函班寿典礼 一共有502个人获奔寿分函和家长 受婚仪式在礼宾府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班寿分函给受婚人士 获班最高荣誉大指经分章有5个人 包括行政会议非官首成员兼立法会议员 人称班长的廖长江 政府赞扬他促成通过几项重大法案 包括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 表扬他致力推动公共政策研究 强化一国两制实践 还有岩土工程和水利专家李卓芬 政府赞扬他参与国家多项重点工程 同时积极推广中华文化 金字经胜仗 12人获金字经胜仗 包括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信和集团主席黄志祥等等 胡继修先生 诗心演员胡锋等40人获班童子经胜章 92岁的胡锋原名胡继修 政府赞扬他备受业界尊敬和外带 亦都致力促进社会对长者的关怀 获班银子经胜章的艺人刘德华就没有到场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美国德州州长亚伯特以金融安全风险为理由 下令州政府机构停止在华投资 如果现在有投资就要尽快撤资 而中方就多次批评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坚决反对对华投资限制 属共和党的美国德州州长亚伯特 星期四去信州政府多个机构 宣称中国可能向美国同期盟友 继续采取攻击性的行为 又说中共对东南太平洋地区 以至全球的好战举动增添不稳定性 而未在华投资的金融风险会上升 因此阿博特以金融安全风险为由 下令州政府不得在中国有新投资 如果目前在中国有投资项目 必须尽快全面撤资和出售相关资产 以保护公共财政免售潜助威胁 阿博特不单止关注德州政府在华投资 据报他早前要求管理近800亿美元资金的 德州大学投资管理公司从中国撤资 阿博特自过去星期一起 连续三日发布涉及中国的行政命令 并加强监管州政府 防止当局关键基础设施受威胁 在北京外交部多次批评美国将经贸问题 政治化武器化 又对美方发布对华投资限制规则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方扬言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琪报道 美国西岸多个州被炸弹气船吹袭 华盛顿州近17万部停电 而加州部分地区就严重水浸 当局向部分居民发出撤离令 游戏像专家就忧虑水浸可能转吹严重 美国加州北部部分地区连日受暴雨影响 严重水浸 洪水不断涌入葡萄园 多条道路被淹震 地方政府向居民发出撤离令 又说部分河道有缺提风险 呼吁市民远离 当局也担心在暴雨下 部分山坡可能山泥倾射 威胁山脚的居民 至于华盛顿州受极端对流天气 引发的炸弹气船所影响 部分电线和树木被吹塌 有树木压到屋顶 工作人员出动起重机清理 当地超过17万户仍然停电 有官员说部分家庭早在星期二已经停电 预计持续去到星期六 所谓炸弹气船 是冷气团和暖空气产生剧烈对流 迅速形成气船 当气压急速下降 气船威力就会增强 当局设立临时收容中心被灾民暂住 有人曾机会为代步轮椅 和其他电子设备充电 无线电视记者梁祝伟报导 俄乌战事恶化 俄罗斯总统普京扬言将会做更多 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遵守 和同类导弹的视射 不怕除非量产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 乌方会加紧研发新武器认队 俄罗斯星期四 以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 遵守 袭击乌克兰东部蒂列伯罗 回应乌方使用美英长程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之后 星期五继续对接让俄罗斯边境的 苏梅地区展开攻击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和国防官员 以及导弹开发商开会 说遵守导弹试射成功 强调那款导弹是全新的研究结果 目前没有任何国家的技术 可以匹敌和拦截 又说俄方有多枚遵守导弹可以被用 将会视乎战方 以及俄方所受威胁的性质 继续在战事中试射那款导弹 此外俄方正研发全系列中短程导弹系统 除了遵守之外 还有几款同类导弹 将会进行测试 未来也会量产 路透社报道 一般中程导弹射程大约是3000至5000公里 足以从俄罗斯发射到欧洲 以至美国西部任何地方 有安全专家说 遵守导弹具备可攀多枚弹头的功能 可以同时攻击不同的目标 相当于射程更长 为攀核弹头设计的洲制弹道导弹 乌方就表示 星期四袭击帝列白洛的导弹 达到它的最高时速超过13000公里 从发射起计 用了大约15分钟射中目标 总统赞联斯基星期五在全国讲话中 敦促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俄方出动新型导弹 令战事明显升温 警告切勿忽视相关威胁 要切法令到普京确切具怕扩大战事 又说乌方在加紧研制新型防空系统应对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下一节有时事中国 我们稍后再见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深圳已旧换身补贴活动进入最后阶段 当地公布计划实行大约半年 已经带动超过530亿人民币的消费额 内地多个省市为了扩大内需 促进消费 今年推出已旧换身政策 深圳5月开始 亦都先后公布多轮涉及家电 汽车等领域的补贴活动 当局说自至过去的星期四 已经有490万名消费者参与 按消费品种类划分 以雪柜、洗衣机等的 8大类家电罪畅销 销售额超过61亿人民币 其次是电脑、手机 以及智能家居产品等等 其中手机、智能穿戴、消费级无人机、洗地机、电脑、销售量位置前五 对我市消费和制造形成双重拉动 当局又提到因应民众需求 将计划进一步扩展到家居装修范畴 并且将补贴范围 由起初的47类 扩大到100类 包括围育设备、管线等等 深圳当局说 皇后将会针对跨年、农历新年等的日子推出更多促销活动 并且推动更多商户参与 无线电视机制陈雪宜报道 内地近期发生多宗野猪闯入城区 破坏农作物和袭击民众的事件 而多地就袁洪招募猎人 合法地捕猎野猪 做总群调控 湖北省武汉市日前有多只野猪闯入一间大专院校 并且在校园入面四处冲撞 校方说事件中没有人伤亡 除了湖北 多个省市至入秋之后 都有野猪闯入市区 情况引起各界关注 有动物专家就说 野猪下山通常是为了 运生存空间和繁殖机会 估计有超过2000只野猪 居定居的宁夏西吉苑 当地政府说 单是春季 野猪已经造成2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 这就是野猪吃的 野猪吃的事件 咱们来封封这个料 域民现在已经检测过半了 为了保障农户 当地政府就袁洪招聘野猪獵人 每捕莎一只野猪 就可以获得2400元人民币的奖金 这帮猎人通常就服野出 强调捕莎野猪不是为杀而杀 而是从生态保护角度出发 我们猎杀这些野猪 一是为了老百姓粮食 不被野猪扫塌 再就是现在野猪不是多 就是我们调控这个总群 有时人用数据说 全国目前有200万只野猪分布在28个省 当中26个857个圆 获得野猪造成破坏的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内地迎来今年入冬之后 第一场寒潮和大范围雨雪天气 超过25个省市受到影响 部分地区降温超过摄氏12度 气象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在寒潮之下 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 星期六最低气温在零下10度以下 而黑龙江降流 黑河段已经进入为期5个月的风动期 岗面上覆盖口雪和冰层的景象 就吸引了不少人来打卡 内地气象部门说 黑龙江会持续降雪 到未来星期三 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雪 多处路面已经有积雪 为了确保交通畅通 当局就加派人手清理积雪 新疆同样受到寒潮影响 特别在北部 部分地区在暖湿气流下落起雨雪 气象部门就预测 金轮北方降雪覆盖范围大 或者存在极端性 而在内蒙古 日前就出现寒夜光柱现象 内地传媒说 若果大气中有充足的水气 在低温之下 就会形成飘浮冰镜 成为城市一面光源的反射体 无线电视机者 陈雪宜报导 今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的 报考人数按年升大约五成本 有专家提醒 有至入行做导游的人 要因应旅游产品发展 提升专业和个人化服务 内地旅游业回暖 不少民众趁着假期 留在国内旅游 多个景点都人山人海 市场对导游的需求也都上升 吸引更多人入行 有旅游经济专家就指出 近年旅游产品分类更加细緻 旅客更加倾向深度游 除了要求提供定制化、个人化服务 对游的专业能力 以及文化知识要求也都有所提升 这种融合化的导游 一方面有很强的专业技能知识 另一方面有很好的专项的文化理解 和文化解冻能力 全国目前有65万名合资格导游 当中九成三是中文导游 而英文导游只是佔百分之六 专家认为要推动旅游消费增长 除了提升导游服务 也要多重食、住、行等方面着手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来到最后一至七点半的新闻 立法会大楼完成扩建 即日开始议员可以搬入生楼层办公 3、2、1 新办公室正式入伙 今届立法会议席增加到90席 原本10层的立法会综合大楼 扩建到14层 主席梁君彥感谢工程团队 令员工日子提早了几个月 我们也同样感谢综合大楼的议员忍耐和包容 因为过去两年 原来在扩建工程进行的时候 噪音和流水的问题困扰了很多议员 行好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不好意思 屈折了一点 新楼层用组装合成兴建 和旧的办公室有何不同 当然有人说是小了十多cm 前左右 但我觉得差距不大 我们的家具有八九成 其实都是被书署提供的 我们用一些旧的东西 本身里面的设计都四四方方 算是实用的 议员即日起两个星期 会陆续搬迁到新的办公室 但新的楼层还有部分工程未完成 至于十一楼的空中花园等等工程 预计明年三月完成 无线电视机者何凯林报导 警察学院举行结业回粗 一共有34个建杂督察 和158个学员毕业 当中有建杂督察 在英国修读犯罪心理学 入职之前曾经在跨国银行 从事金融犯罪调查 而施礼荣勤和荣誉警棍得主 原本是警员 曾经在刑事部任职 在职期间投考建杂督察 律师会前会长彭允熙 做结业会粗的检阅官 他致迟时说 本港法治有赖警队在背后高校执法 令市民可以安居落业 基于学员在毕业后 要深届香港 守护难能可贵的法治精神 警方说 今个财政年度头七个月 取落的建杂督察 和警员案年多大约六成和三成二 认为成绩鼓舞 港澳办说 美国等小数国家政府和政客 对香港法院就戴耀廷等的人 举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量刑裁决 攻击抹黑 予以强烈谴责 港澳办说 美国等行为是示意诋毁香港国安法律 和香港民主自由 甚至叫销对香港实施新的所谓制裁 举动会屠颅无功 并且将会受到坚决反制呼击 港澳办又说中央政府 建订支持香港全面实施国安法 会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捍卫法治专业 AI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广泛 特区政府也斥知研发港版《CheckGPT》 未来会开放给公众用 但有团体试用后 发现AI提供错误的资讯 创科局回复说会在政府内部试用后改善 社区创办人谭殿乐和导赏员詹sir 正在设计彩虹村的导赏团行程 来日我们邀请他们 私用港版《CheckGPT》 帮他们设计行程 不过新城的结果 就令到他们有点意外 我开始觉得它出现状况 它现在有个彩虹桥 彩虹桥跨了屯门河 我发觉它想象性会比较强 这次是詹sir第一次接触AI 不过他就担心AI提供错误的资讯 可能会造成误导 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 是要求他打资料 给一些意见我们 那我们怎么可以判断它对还是不对 我们再要求系统以金融文学做主题 设计一个导赏团行程 不过他就建议我们去北角 说北角是黄庸和国政结缘的地方 又推荐我们去中环南桂坊 说这里是天龙百步里面 武林高手的聚集地 负责研发这套系统的科大解释 这个是AI的幻觉 一个AI的幻觉是这样的生存系统里固有的 因为你要它回答问题 这个你问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知道的 创货局回复说 系统已经在20个决策局和部门内试用 收集用户的意见之后 会进一步改善系统 无线电视机者张尚言报导 政府共创明天计划 安排大约180个学员和有师 参与空中长游 这半下午3点 由香港机场出发的国泰航空特别航班 载住大约180个 共创明天计划的学员和有师 在香港上空飞行 航程是90分钟 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坐飞机 感觉新奇 政务市市长陈国基 寄予青年要勇于追逐梦想 又说共创明天计划 招募正第三期的有师 呼吁各界积极策册 这次的航空之旅是很独特 和很值得纪念的 因为你们将来就算给钱买飞机票 我相信你都买不到一张机票 出发地是香港 目的地都是香港 我相信你买不到 我也知道有不少学员 今天是第一次乘坐飞机 我也希望在这次活动里 能够为你们带来一些很难忘的 一些飞行的体验 无论你们将来选择入哪一行都好 我都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个奋发向上的心 努力学习 不断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香港迪士尼乐园说 入场的东南亚旅客一直有增长 期望数字在未来会再上升 在过去三个月 我们的东南亚国家 和印度市场来的海外奔客 入我们迪士尼乐园的奔客 大概在过去的同期上升了 大概一成五左右 甚至乎比起疫情前是上升两成的 至于整体的海外市场的奔客 特别是日本奔客 入住我们迪士尼乐园的比例 甚至乎是比起去年同期上升接近五成 聖诞节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的旺季 所以我们充心希望和欢迎每一个奔客到来 而如果真的展望明年的春季 我们预计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市场 也都是旅游的功夫 所以我们充心希望期待他们的到来 看看国际方面 美国北卡罗来亚洲有机场员工计划 在感恩节假期罢工 在夏洛特杜格拉斯国际机场 机场人员以投票方式 决定是否在感恩节前后 发起24小时罢工 参与投票的员工 来自两间公司 他们主要负责清洁机仓 和护送坐轮椅的乘客等等 有员工就说薪酬太低 觉得待遇不公平 也不受到尊重 要求脂肪提高薪酬和改善工作环境 美国下星期四迎来感恩节 机场方面预测大约102万个旅客 在假期出发 对于员工可能罢工 资方暂时未有活营 西班牙指控欧洲联航龙头 瑞安航空等5间联航公司 有滥收费用等行为 一共罚款折合大约14亿港元 有相关联航公司批评指控毫无根据 违反欧盟自由市场的原则打算上诉 西班牙消费者权益部星期五说 调查发现瑞安、二捷、福林、挪威 和维罗提这5间联航 提供的资讯有误度成分 价格不透明 令消费者难以根据充分资讯作决定 其中瑞安被指违反多项消费者权益 包括就较大营手提行李、选择座位等征费 被裁定要缴罚1亿800万欧元 折合大概8亿7500万港元 是5间联航内罚得最重的一间 瑞安解释 他们收取行李费等费用 是为了管理乘客的行为 表示有将机票的价格 因应所收取的额外费而下调 说这些罚款是非法和毫无根据的 表示会将事件提交到欧盟法院上诉 英航旗下的福郎被罚3900万欧元 即大概3亿1600万港元排第二 二折被罚2900万欧元排第三 其余两间各罚超过100万欧元 二折和挪威表示会上诉 当地航空业监管机构亦计划上诉 说消费者权益部的行为是无稽之谈 认为罚款违反了欧盟自由市场原则 但消费者权益部反驳 说罚款的决定是基于西班牙和欧盟法律 消费者权益部曾经在今年5月第一次公布有关罚款 其后五家年行上诉 但被驳回维持原判 《无线电视》记者方却未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明年1月卸任 他在白宫举行晚宴 感谢支持者四年以来的支持 Servan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honor of my life America, the America of our dreams is calling us to stay engaged to never give up to keep going, to keep the faith I know I will, I know you will Just remember who in God's name we are We're the United States 英国伦敦的圣诞灯色亮起 有市民占灯色一年比一年 到底是否事实呢?一起看 在路人的欢呼声中 倫敦摄政街的灯色亮起 一个个闪烁的天使 仿佛在半空中飞长 这条名店临立的商店街 在70年前第一次掛起圣诞灯色 是伦敦第一条有圣诞灯色的街道 缤纷的布置再加上合唱团的歌声 令市民提早感受圣诞的气氛 外国游客来到都必定拍照留念 这三位中国留学生说 他们在英国读书的每一年 都不会错过欣赏灯色的机会 有市民盛赞这几年的灯色 一年比一年精致 负责布置的商户联会透露 这个并不是错觉 而是事实 因为面对网上更密的竞争 大手不投资在节日布置 是实体店绝地反击的杀手简 希望透过营造浓厚的圣诞气氛 吸引更多人到商店区消费 光顺这里的商店和餐厅 商户联会说 节日消费是实体店 打败网救的最佳机会 所以商场店铺都不惜公本 悉心布置来吸引市民行街救密 母亲自记者 来午三报道 再次电报的三晚报道见 到备